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今年教育不高教司整合推出新南向计划,强化与东协及南亚国家合作交流计划,康宁大学配合举办夏日学校来台交流,顺势搭上新南向政策列车。 这次交流活动,有26名马来西亚学员来台学习,课程涵盖高龄健康相关产业认识与学龄前交搞专能力提升,也参访台南游职教育机构,让学员对台湾幼儿教育与健康照护产业有更深认识。 藉由课程与参访经验,对学员有所启发,并引诱在未来工作场域。 马来西亚籍学员黄宝婷在今天结业式分享心得,她表示,难得有机会来台学习,了解台湾对于婴幼儿保育的专业知识和技术,也认识健康照护管理的重要性和市场前景,非常实用,而且新鲜体验令她感到开心。 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再来台湾。 康宁大学表示,透过夏日学校计划深化都南亚国家的人才交流及培育,扩大各国的优秀种子来台学习,并进行文化交流,进游学术课程及运用多元化学习管道,观摩台湾运作模式,提升都南亚国家幼儿教育与健康照护产业管理品质。